近日,据台媒报道,孙邪志被拍到与小十岁女性夏宇童甜蜜约会的画面,随即引起网友们的关注。孙邪志与韩玉离婚后,低调跟夏宇童交往。然而,双方迟迟不肯公开恋情,只与好朋友相衬。孙邪志坦言,感情是比较私人的事情。我比较多创伤,不太习惯聊太私人的事。希望大家还是着重在他的工作上。 直到去年,夏宇童上小S的综艺节目才终于松口任爱。之后,两人不再遮遮掩掩,不适合体秀恩爱。最近,他们被拍到一起去看舞台剧。曝光的画面中,孙邪志与夏宇童均穿着休闲服出镜,打扮朴素。两人紧紧地坐在一块,并共享同一份宣传册。低声讨论内容,很是专注。期间有位置在内侧的老人家想入座。 两人立马起来让出通道。孙邪志还主动伸出手臂让老人家搀扶,很是有爱。舞台剧落幕后,孙邪志从背后紧紧地握着夏宇童的手。 两人手牵手离场,表现很是亲密。看得出来,两人深爱着彼此。 不知道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娃呢?至于孙邪志前妻韩瑜,他则忙于演艺事业。已经单身了很多年,他不时在社交网上分享自拍亮照。 曝光的近照中,已经43岁的他。皮肤白皙紧致无皱纹,身材也没有发福。洞灵有数,美貌出众。 风采依然,难怪一直演出邀约不断。 长相标志的韩瑜,是娱乐圈有名的大美人。出道后不仅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欢,还吸引到不少追求者。 在拍摄电视剧《天下父母星》的时候,他与同居搭档孙邪志陷入爱河。两人迅速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。 2011年,两人举办婚礼,正式结为夫妻。 然而,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,两人便离婚收场了。 关于离婚的原因,孙邪志曾说过主要是生不出孩子。 喜欢孩子的他坦言,既然生不出孩子也没办法。 何必强求,离婚后,韩瑜不是没人介绍过对象。 可能是失败的婚姻对他打击太大。 他始终提不起兴趣,没有再谈恋爱。 如今的他,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 他说感情的事,顺其自然吧。 韩瑜长得那么漂亮。 性格又不错,没能遇到适合自己的人实在可惜。 不管他未来选择怎样的生活,是否会再婚,都祝福他能一切顺顺利利吧。